期待我出差时,带陌生男子上我家,被房东发现,心痛到不能呼吸。 我叫李开,我和我的老婆都是北京人,我们大学是同学,毕业后选择北漂。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深圳,一起打工,一起上班,一起合伙租房子,每天上班一起挤地铁,经历了很多事情。 就在去年的三月份,我们选择了在老家结婚,结婚后我们没有选择要孩子,继续在深圳打工, 因为我从事的是销售工作,所以经常需要出差,她因为刚结婚工作也辞职了,所以一直在家。 因为我们是跟别人合租三室两厅的房子,住在我们对面的是一对三十岁的夫妻, 他们为了孩子来到深圳上班,为了离学校近,好接送孩子,所以选择跟我们合租一间房子。 我们平时也会在一起聚会,喝酒,吃饭,关系也处得不错,平常我们也一起出去旅游玩啊什么的, 所以我和我媳妇跟那个男人的关系也比较好。 就在我回家的第一天晚上,我出来买生活用品,碰到了我的房东,房东拉着我说, 有件事不想告诉你,可我又觉得你人不错,不想让你蒙在鼓里。 所以他说,在我出差的前一天晚上,半夜看见有一个男人走进了我租的房子。 一开始我不信,回来房东带我去看监控,我一下子懵了,觉得眼前一片黑,崩溃了。 心里说着,回家肯定要好好教训这个水星羊花的臭女人, 可是我仔细看监控画面的那个男人,竟然是我们对面的邻居,这让我最痛心不相信。 因为以前我们关系这么好,没想到他会背着我和我老婆偷情,事情发生得突然让我措手不及。 后来我打算离开这个城市,选择跟他离婚,忘掉这段伤心的过往。 后来我打电话给了我的父母,并告知他们缘由。 他们跟我说,你做的所有决定我不参与,我也支持你。 很庆幸父母这样理解我,明天去办理离婚手续,打算独置一个人坐飞机飞去外地。 因为我决定要放弃做掉往事,重新开始,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工作,好好生活,为了父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本호 网视频上讲